拉起衣袖接种疫苗 为防堵新冠肺炎威胁 不少长辈接到通知书 就前往社区接种站打疫苗 有的还是小孩陪同 场面相当温馨 大园区有两个接种站 第一站在老人文康综合活动中心 是本公所与天城医疗团队合作 第二站在海口市民活动中心 是本公所与民胜医疗团队合作 只不过大园虽然有两间社区接种站 但却不见踊跃施打疫苗的人潮 导致接种率仅达七成 公所除了加强宣导 也提供免费爱心机车 与富康巴士接送服务 本次接种站 老人文康活动中心接种率是78% 海口市民活动中心接种率是70% 在此也呼吁符合资格的长者 能够踊跃前往接种站来接种 提高本市疫苗覆盖率 另外桃园市政府提供长者 免费爱心计程车服务 及富康巴士服务 请民众多加利用 带着爸爸妈妈来打疫苗 社区民众感到安心不少 面对Delta变种病毒威胁 市府也呼吁社区长辈 若接到通知书 能踊跃前往接种 以提高自身防护力 记者吴永淳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桃园报道